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是温哥华时间2月26日 欢迎收看第二期的港湾播报 我是Zenifer 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女省长丹尼尔·史密斯 似乎铁了心要与总理特鲁多硬钢到底 近日 史密斯在一次新闻采访时公开表示 虽然他更愿意与特鲁多合作 但如果有必要 他会战斗 史密斯称 他认为特鲁多已经开始通过抨击阿尔伯塔省 来为下一次选举竞选 在这种情况下 他向特鲁多宣称 特鲁多 你有种就现在举行选举 相当大人可以决定他们是喜欢联邦与省的对抗还是合作 史密斯的一番言论瞬间引爆社会舆论 不少网民对史密斯表示支持与赞赏 其他省份的人正成群结队地搬到阿尔伯塔省 因为他们在这里拿到了比江的大其他地方更光明的未来 聪明人正在做出对的选择 特鲁多肯定去趴了史密斯 来了阿尔伯塔省都不敢与他见面 我爱史密斯 他在每一个节点都胜过特鲁多 事实上 特鲁多与史密斯的矛盾由来依旧 且节节升级 史密斯长期以来批评特鲁多的政府 称其不是一个真正的国家政府 史密斯他还指责特鲁多试图摧毁该省的石油和天然气行业 去年 为了对抗加拿大联邦政府的清洁能源法规 史密斯立主推出主权法案 明确阿尔伯塔省政府可以指示省级机构 无视一些可能对阿省人有害的联邦法律或政策 今年2月1日 阿尔伯塔省宣布9条新规 包括禁止17岁及以下儿童进行变性手术等医疗服务 并禁止跨性别人士参加一些体育赛事 在新规宣布的前一天 史密斯急在社交媒体表示 他计划为我们的孩子保留成长和发育未成熟成年人的权利 并阻止他们对自己的生物性别做出永久且不可逆转的决定 这遭到联邦政府的极力反对 特鲁多在记者会上公开谴责 称这是全加拿大罪反LGBT的法规提案 特鲁多表示 如果史密斯真的想将大人的生活变得更好 并为此而奋斗 他应该为更好的住房 更负担得起的食品杂货 或应对气候变化而奋斗 面对特鲁多的指责 史密斯魂印称 计划秋天立法 并且考虑动用宪法不理会条约 阻止特鲁多联邦政府的干预 尽管自由党政府已与新民主党达成协议 将推出全国药品保险计划的第一部分 其中包括避孕药物和糖尿病药物的保险 但阿尔伯塔省似乎并不打算成为该协议的一部分 阿尔伯塔省卫生厅长 在昨日25日给Global News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说 如果联邦政府推行全国药保计划 阿尔伯塔省打算选择退出 转而争取获得全额的人均资金份额 卫生厅办公室的一位发言人说 阿尔伯塔省没有就全国药保计划进行过咨询 最初的分析和假设存在局限性 包括实施成本分摊模式的启动投资和行政成本 这些都没有考虑在内 从而增加了各省的成本 发言人说 绝大多数阿尔伯塔人都可以通过雇主或政府的医疗保险计划 获得避孕药具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数据 阿尔伯塔省是2023年第四季度 唯一的人口因跨省迁移而大幅增加的省份 其470万总人口增加了1万7094人 该省已连续5个季度人口增长超过1万人 统计局的报告指出 阿尔伯塔省通过省纪搬迁增加的人口 大多来自安省和卑诗省 在物价飙涨、收不抵支、生活局部维艰的现金 阿尔伯塔正成为移民的理想之地 为了让油管的算法更好地推荐我们的节目 让我们的声音传播得更远 请您为我们的视频点赞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新闻 每到旧年末、新年初 就是各种全球排行榜纷纷出炉的时候 虽然加拿大苦苦挣扎的劳动人民 被房贷、房租压得喘不过气 被破门偷车吓到心惊胆战 出个门生怕碰上枪击斗殴 而不得不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但这些都不妨碍 加拿大又毫无悬念地拿下了几个榜首 根据权威机构KentarUSN的调研 加拿大荣登全球人们最想均属的国家榜首 这一榜单排名前十的分别是 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瑞士、意大利、西班牙、挪威、瑞典、丹麦和爱尔兰 同时加拿大综合排行为全球第二 来看看这份排名打分考虑的要素 适合冒险、足够多元、有文化影响力、有创业精神、历史遗产、适合宜居、商业开放程度、国家实力、生活质量、社会包容性 此前总部位于威斯康星州的旅行保险提供商BHTP 对2024年全球旅行最安全的国家进行了排名 加拿大位居榜首 从上一年的全球第六一跃成为世界第一 这一榜单排名前15的国家分别是 加拿大、瑞士、挪威、爱尔兰、荷兰、英国、葡萄牙、丹麦、冰岛、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法国、西班牙和巴西 BHTP的报告写道 安全目的地的定义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不断发生变化 根据我们的研究 早些年 安全之地的定义是基本上没有恐怖活动的地方 后来这个定义变成一个没有疾病爆发的地方 现在我们认为 一个安全的目的地 应当是所有类型的人都可以自由行动 不受歧视或骚扰的地方 考虑到这一不断变化的定义 BHTP对旅行者进行了调查 询问他们在过去五年中去过哪里 以及他们认为什么是安全的目的地 BHTP的报告使用以下维度 对最安全旅行国家进行总体排名 他们分别是 一、远离暴力犯罪的安全 二、远离恐怖主义的安全 三、运输安全 四、健康措施 五、团体安全 这当中包括女性、有色人种旅行者 和LGBTQ旅行者 让人惊讶的是 加拿大在今年排名的所有子类别中 均排名第一 除了旅行者的评级 BHTP还参考了全球和平指数 美国国务院的旅行安全评级 以及每个国家主要城市的 GUSHOR Global 平均得分 综合作出以上排名 关于各式购物礼品卡骗局的报道层出不穷 但是依旧有人会上当 也有人抱着侥幸心理贪小便宜 最终可能害了自己 一位曾经在Home Depot认经理的华人网友提醒大家 小心这种明目张胆的诈骗 小红书网友建房子的豆壳发帖说 作为原Home Depot经理 我可以很负责地告诉大家 这就是诈骗 谁买谁被骗 当时我就处理过类似的案子 给警察当翻译 被抓的就是拿礼品卡消费的 不管是五金店 警察还是媒体 都在不停地报道这种诈骗 也有不少人举报 但是他们却依然可以明目张胆的诈骗 不久前 大多伦多区六名华人 涉及Home Depot礼品卡诈骗被捕的消息 造成损失超过300万 据报道 约克区警方的调查开始于2023年2月份 当时一名来自美国犹他州的长者 在电脑上收到一个弹出的窗口信息称 他的电脑安全系统崩溃 于是受害者按照上面提示的电话号码拨了过去 并按照指示 购买了价值2万2千元的Home Depot礼品卡 在买下这些卡之后 受害人又把卡上的序列号提供给嫌疑人 经调查后发现 这些卡在湾景市一家商店被兑换 在Home Depot的协助下 美国联邦调查局 约克区警局经济犯罪调查组 联合找到了超过50名被确认的受害者 他们来自美国各地 而且都落入了同一伙嫌疑人的骗局 受害者们购买的所有礼品卡 都已经被大多伦多地区一些承包商兑换 购买金额超过300万元 在2023年9月到11月期间 调查人员开出搜查令 到万景和多伦多市的五个地点搜查 共查获了大约价值60万元的Home Depot商品 以及67000元未使用的Home Depot商店积分 6名被逮捕人员均为难性 有网友留言说 这个必须赞 很多人就是明知故犯 一位网友留言说 那些在社交媒体上买的六折八折 这种礼品卡不能用 还有一位网友留言说 他们就是盗刷的 但是架不住有人胆子大 另一位网友留言说 就是刷假卡的 每次贴子还搞得很冠冕堂皇的 另一位网友留言说道 我想说其实他们也知道是诈骗 不过他们就爱贪便宜 觉得反正出事了也不是自己的问题 是别人卖给他的 就差在脸上写我是骗子了 以上就是今天港王播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